今天希望输入 用 4 回圈 输入 输出那个 那个星号部分 那这个星号是一个 Start 也就是说如果 今天我这边 1 到 13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的输出是 1 到 13 像这样的方向的一个 练义星号 那这要怎么跑 基本上呢 如果只有什么 比方刚刚如果跑不出来 你可以类似的做法 比如说第一个 它是等于是 列的话也许是用 i 来控制 那蓝的话几个用 j 来控制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追的部分是输出 一颗星 输出 第二个输出两颗星 输出一十类追 这边最多到 13 颗 那它有个关联性就是 i 跟 j 之间的关系是 它如果第一列 那就是追跑几次的意思 那一十类推 这个 1 2 3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如果要写这样的一个回宣叙述的话 然后如果你可以把刚刚的 九九卖表带进来看看 然后想想看啊 反正这个其实主要你要把程式源学通 主要还是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这个东西 你经过你自己思考过 然后把它写出来 我想这个蛮踏实的 以后的话 看到什么就比较容易可以很快的 把那个问题给解决出来 这第一个 也许可以想想看 i 跟 j 之间的关系 另外的话这边有参考了 不过你可以先不要看 另外的话就反向 如果今天呢 刚刚是由 1 到 13 现在是 13 慢慢越来越少 13 到 1 好像这样子 或者是说呢 那将来还可以怎么跑 还可以这样跑 所以至少会有三种 这个地方的话变成 这一样 1 到 13 可是呢 前面会多什么呢 12 个空白 12 个空白 你要先丢空白 再输出 那正照考试题 更刁砖 要你输出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ok 那你可以自己想想看啊 这个 啊 不过其实你不要说这次只是拍的 其实以前不管是 c c 加加 java 其实刚开始也都是先学会这个 如果你会的话 就比较知道怎么去控制回圈 然后这部分也许想想看 那总共会有三个方向的那个回圈 其实第一个先想正向的 1 到 13 然后 13 到 1 另外的话就是也是 1 到 13 但是前面加空白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因为离那个吃饭时间蛮近的 所以也许下午你们就开始先想想看 那待会有时间的话 思考看看 也不急着说马上看答案 如果是你自己想出来是比较扎实的 这个 好几颗星这地方 假设我今天先从比较正 就是第一个是 1 到 13 1 到 13 那 1 到 13 的话呢 这地方假设我要撰写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刚刚开始可以先从那个 4 那个几颗星 如果说 4 追好了 也许你那个 假设追是 in 什么呢 以那个 range 那那个 range 部分你就要思考得过 我如果横向到底要几颗星根据什么 其实呢就是 从 1 开始 逗点的话后面 反正第一颗 那要跑几次呢 跟什么关系呢 第一次就跑第一颗星 那第二次就跑 那应该这应该要是 1 加 1 就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1 这个前面的数字要变成 2 2 加 1 那就两颗星 那这个后面的话 假设我们先 试着先跑一颗星好了 也许你这边 然后 printer 什么 printer 那 printer 几颗星的话呢 你就让它跑几次 所以 print 几颗星 几颗星好 那 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基本上 假设目前这样应该就跑一颗星 可是后面的话 如果跑第一次 第二次的话 比如说逗点 后面的话不要有那个 换行符号 一直串接的话 那你就是 不要有那个换行符号 所以你如果假设这样执行的话 它是跑一颗星 对吧 这些应该是 1 加 1 应该是 这边是 1 加 1 那就是 1 那跑一次 不要输出一次 输出一次 输出一颗星 那如果说假设这边 改成 2 的话 它就会有两颗星 一颗星 一颗星 那所以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希望它跑几颗星的话 那一样 跟那个 早上讲的那个九九成八表 一样 你可以这边 先先让它往 往后一一接 然后后面的话 就加一个外回圈 那外回圈的话 那外回圈的话就 i i的话 就告诉他说 总共是要跑 10 几列呢 总共会有 13 所以13的话 我们就 14 1到14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i的词呢 它第一次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 i i加1的话 那就是 第一次是1嘛 所以1加1 刚好就是跑一次 第二次的话呢 刚好跑 就是第二 跑第三一之类一堆 那 一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它输出的话 可是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跟那个之前 那个一样 因为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怎么办呢 一样在这边 把这个 printer再输出 什么 一个放行 因为它就 跑一次 第一次一颗星 你二这个地方 两个 那当然先 先要把它换好 所以执行 好 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就 其实逻辑跟早上 差不多 只是说呢 比较关键的地方 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是让它决定 跑几次 那跑几次的话 跟什么有关系 跟 i 有关系 因为它第一列的话 跑一次 第二列跑第二 第一次类推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就可以把这个 结构给跑出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 假如说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 这个三角形 本来是 由上到下 总共一到十三 那我如果希望 让它颠倒 变成十三到一 十三到一 那如果十三到一的话 其实 基本上大概改几个地方 应该就OK的 主要就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跟爱有关 如果说第一次呢 它如果输出是十三的话 那表示说这边 我要越来 这边是越来越多 是一到十三 那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它颠倒过来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 由越来越多 变成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这边有个改法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颠倒过来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改成什么 从十三 然后一直到多少 到一的后一个 一直到 不是二 二的话 变成只有到十 十三 然后十二 一直到一 一的下一个就零 所以这边记得输入零 我可以越来越少 但是请注意一下 豆点后面请你加一个什么 负一 step 如果你原来预设是一的话 可以不用加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越来越少 或者是说你是间隔不是一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把它加一个负一 ok 那个负一意思说呢 我要越来越少 所以它会是十三 十二 一直到一 停住了 因为它到零就不会跑 所以零是最后 就是到零为止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十三放过来 十三加一 刚好是一到十三 它跑十三次 意思就是它输出十三颗星 换行 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就十二 十二的话就一到十 刚刚好就越来越少 直到它如果是一的话 刚好一到一那就是跑一次 ok 一样的逻辑 其实我刚刚这个地方如果要颠倒的话 主要是把这个地方 Range 修改一下就ok 其他地方不用改 执行一下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第三个三角形 就是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一样是正常版的 刚刚本来是越来越多 但是我只是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三角形的方向 还是越来越多 还是一到十三 差别只是说呢 这前面喔 需要有十二个方向 这边要有十一个方向 不是 空白了 跟你讲 空白 也就十二到 应该十二到一吧 等于是这边要多十二到一的空白 然后让它可以向右移动一点点 ok 排版一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比较麻烦就是 那我要怎么刚刚好这边 就是放一个 有点像颠倒的一个三角形 但里面是放空白 那这边是放一个正常的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变成做什么 如果画一个三角形的话 要两个方向一圈 那前面如果空白 那岂不是要再画两个方向一圈 那不是很复杂吧 想想看好了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点多 那这种写法当然 如果你要用串接的方式写ok 早上都讲过 你可以不要逐步的print 你可以先丢到一个那个变数里面 让它最后一次再输入也可以 两种方法 另外的话还有更精简的版本 因为在python里面 它的字串可以用成的 成的话成多少数字它就会 意思说产生几个一样的 成的话有点像复制几个 复制几个 不过这种写法我觉得 仅限于那个python里面才有这种写法 像其他语言没有这种写法 如果没有这种写法 如果你是写VBA的话 你可以用类似的写法改写 但是如果没有 等一下会讲一个 它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写法 字串如果你要复制几次的话 你可以跟它讲说 后面乘上几个数字 字串乘几次 意思就是复制几次 这种写法如果又套用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刚好很快可以把结果束缚 至于怎么写 请各位先试一下正向反向